就想不明白了 你怎么就那么大胆 先是跟施老药走 为了三百块大洋 你要跟白俊杰赌 你 那不都是让人逼急了吗 逼急了 你赌输了咋办 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赢了吗 你常说我貌事 做事鲁莽 我看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 我貌事 我鲁莽 那都是被逼无奈 给你看样东西 看 好看吗 这是干什么 明儿啊 我就把你这孔窑洞收拾收拾 当作新房 太快了吧 这还快 从小到大 咱不就盼着这一天吗 好不容易婚妻到了 却被施老药和白俊杰 他们全给搅黄了 我在想 贺掌柜能同意吗 这儿一个新房 贺府一个新房 龙马店生意忙的时候 咱就住那边 不忙了就住这儿 你看好吗 可是贺掌柜到现在 也没给咱说什么话呀 干把一门心思 就是龙马店的生意精 现在病得又那么重 一时半会儿 顾不上咱的事 我听我爹说 你不让烧摇了 等找到夏家 有了定金了 再烧也不迟啊 我 我今儿不走了 不要 别这样 让我娘知道了 非打死我 抱歉 我都不怕你怕啥 听话 凤莹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 来洗她爸 你起来 把凤莹送回罗马店 你怎么没经过我的同意 又动用我的视频 到底你是团长啊 还是我是团长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 你让我爸 置办了那么多军需 你以为容易啊 我要是路上一个人都不带 万一连人带货被人抢了 怎么办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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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生气 你瞧 这货不是你们运到部队上了吗 你还发到哪儿了脾气 你们妇女俩滥用我的名义 又是置地又是做生意 还包揽辞诵 你们也太能胡乱捣乱 这无论谁当隋德的老大 谁都会这么做 谁不这么做 那谁就是大傻瓜 我是一名军人 一名军政长官 你们干的 都不是我想要的 人家大城市里的军官 讲究的是五子登科 你再随德干 你想要啥 跟你说你也不懂 你干得挺好啊 上次不是经常表扬你 能整天能把人过祸死 还好 好个屁 你这是发的什么无名火啊 莫茵 你干爸不听我的 非要起来 您快劝劝 干爸 有什么事情 您叫我就是了 怎么还出来了 就是他 我琢磨 就是白俊杰这个驴畜生 干爸 害人之心咱们没有 以后 可得有防人之心的 冯月 当年急杀你干妈 和你父母那事 是谁干的 我不敢肯定 施了药车以来 把那个转让罗马殿的 合约网出印鑊 我这心里咳荡一下 就全明白了 跟爸 您的意思是 这回汗在罗马殿 就是白俊杰和施老药 两个人干的 绝对没错 就是他们两个人 拧的全套 这生意做得好啊 这贺掌柜这钱还没误热乎呢 这又回到你手里了 赌场里你抢的钱 他们可不赔呀 骗鬼去吧你 他们敢不赔你钱 你可以找人去问 我要是拿了一个子 你让人杀了我 你别给我耍滑头 没拿到银子 欠据之类的也该拿到了吧 我敢骗别人 我敢骗你吗 量你 没个胆 不过 白掌柜在半路上截我这一手 高 高明啊 我那哪儿叫截呀 我只不过是拿回自己的银子 物归严重罢了 没我舍命去抢 你凭什么物归严重啊 做生意嘛 我也要留一手 你靠我无本万利 把罗马店值钱的东西一扫而光 白得了这上万两 如今肉你全吃了 汤一滴都不给我留 白掌柜 你也太狠点了吧 你现在汤也不少啊 事儿没有这么做的 那两大箱银子是我抢来的 我不得一半 也得三有三于一吧 知足者常乐吧 少哥 你就别惦记我这点银子了 我要是非惦记的 你敢跟我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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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他们大小活 接了大半辈子了 没有一个跟我这么算计的 到底谁他妈犯魂 老哥 那 fired了 时老员从来就是吃软不吃咽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来 آ咱们 干什么呀 还什么呀 换钱 快点 плат胥 热了 её 而且 抢软软 颇 贺掌柜 好好的呢 好好的呢 就趁他还活着 先把欠我们的钱给还了 别着急 有话好好说 什么叫不着急啊 干坏了 干一样醋了 差十万两了 我这就派人备酒席 给各位老板接风洗尘 就不用忙着了 老板他要不在 我们先去见他 见他 我们先去见他 贺掌柜啊 让我替他处理任何事务 走 咱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 那也得先见过了 贺掌柜再说 对 对 我们现在见过了 他再说 既然你们已经来了 就知道 这儿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和掌柜喝下中药 已经睡了 吩咐过我不见任何人 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你能拿得了事 各位老板请相信我 我就能解决 你们所有的问题 走 先吃饭去 吃的饱饭了 咱们再说事 走走走 来来来 这边请各位老板 我让你把信赫 那老东西给杀了 你的手就那么软吗 杀人有杀人的价 你给我那个价了吗 施老幺 我真的不明白 是你贪心 还是我贪心 这我知道 你贪心 不 咱俩一个半斤 一个八两 谁也别说谁了 各位都是跟我们贺家罗马店 合作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虽然有赦有欠 虽然有赦有欠 但是来往账目一概清楚 施老幺是抢了我们不少钱 可这对于我们来说 九牛一毛而已 别吹牛了 那些值钱的东西 全让人给卷着走了 还弄走了两坨乡的银子 九牛一毛 鬼才信 这听说你三百块大羊都拿不出来 还给自己做了价 准备要敌仗了 打肿脸充胖子 张老板 你眼睛蛮大的 可就是没眼亮 还是李老板聪明 聪明得全身都是眼 就是没心眼 你 你这怎么说话呢 俗话说得好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们银号里存了多少 我能跟你们说吗 你们也都是生意人 东川的几千亩地 你们给估个价 看看值多少 再把我们的苍遥 齐齐地打开看一看 三年不打凉 东川的人都饿不死一个 天没塌地没线 罗马店的一砖一瓦 一块儿都没上 都还在呢 各位 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 既然你们失去了 跟我们罗马店 继续合作的信心 我也不勉强 今儿啊 我都给你们结清了 那就把我的账先结了吧 我可正等着银子用呢 要不凤英 也给我的结了 把我们的结了 把我们都结了 对 都结了 把我们都结了 陆瑶至玛丽 日久见人心 寓一茶事 换一茶朋友 没关系 本来啊 今天没到结账的日子 但是你们逼得紧 我今天全给你们结了 好 我们就离得紧 好 来吧 好啊 封莹那姑娘 长得可真心疼啊 一看就她把人魂都搞走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爹拖下的这鞋你又穿上了 你少来这套 我告诉你 世上的男人吃喝瓢毒抽 哪个不好死啊 有点那嘎的本事 谁不好这一口 你也一样 你爹色胆包天 玩了仙太爷的四姨太 最后还不是栽在女人手上了 当时他告诉我呀 那仙太爷说要四百两 就能免他一死 我当时还小 我哪儿给他搞四百两去 所以说 你就丑上了贺德权的罗马殿 让上我干上这一票 我告诉你 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杀了刘远东那两口子 又丑上人家的亲女儿 这事你可真够损的你 这事还真不能怪我呀 要怪啊 你只能怪她女儿长得太漂亮了 你把她娶回家做个仪太 她不就完了吗 我的女儿活要面子 她不准我那儿疯 我就得活受罪 来 搁这儿 书咬不来 有年头了 搁下搁下 不怕崩了你的牙 各位 老掌柜跟我说了 这账一结 连钱带货全部拿走 凡是今儿结账的 从今往后 不许在罗马殿 代叫任何货物 我的话 各位听清楚了吧 张老板 你的粮食压了三大仓药 光拉粮也得拉好几天 你是大户 我先给你结 这结完账 我们的余款一付 你就得马上把粮食全部拉走 这 这 开 开什么玩笑 这 那么多的货 我能一下全拉走吗 账一结 这合约就失效了 这货就不是我们的了 你要不拉 改天来一个王老药 李老药 连粮食都强 我们罗马殿也给你赔吗 那当然 当然个屁啊 当然 张老板 换成是您 您赔吗 这 这凤吉讲的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各位 都平心而论 我们罗马殿 是够皮士厚道 可也不能总当晕大头吧 张老板 来吧 结账 拉货走人 这 这生意还是要做的嘛 结什么账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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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了 我还要找你结账呢 重新签个合约 充 充钱什么 看看 这卖粮啊 有个数号问题 老掌柜囤粮卖粮 从来没给你算数号 到年终我一结算 发现粮食生意 根本无理可图 有时候还赔钱呢 现在我当大掌柜了 我不做赔本生意 这数号 非加不可 这 这加数号 怎 怎么加呀 城里的棺仓怎么算数号 我们跟它一个标准 这 这 那 那行吧 加就加吧 我 我认了 李老板 我看了 你的贵重药材是出完了 可普通货 还压了好几窑洞呢 来 你摁个手印 拉货走人 冯阳 不是这个意思 都是他们这个白信杰闹的 对 可不是吗 就是那兔崽子 满嘴胡说八道 给咱们都坑了 我们全上的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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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还想结账 都来我这儿对个账吧 人这一辈子 谁没有个三灾六难 九侃侃的事 对 对 是是是 做生意嘛 不就得讲个 互惠互利 对对对 那落井下石的事 哪是咱们汉子干的事啊 结什么账啊 平时贺老板 对咱们不薄 我姓李的是个中义人 到明天开始 我就把你们缺的货补上 如果我今后 再做那不仁不义的事 我就把脑袋 装到苦汤里边 我不见人了 不结了 不结了不结了不结了 不结账了 可难补货吧 杨嫂 好 上肉 上酒 让各位老板 吃得饱饱的 咱再谈生意 好 谢谢 好 谢谢老板 谢谢 天达的呀 拿这么一坛的铁钉子 糊弄人 差点把我吓死 嘘 别让人听听 我今儿才知道 这卖几杆子还能顶门 来 掌柜子 喂 跟班 您别着急了 凤莹把李老板他们 已经打不走了 好 咱家啥时候 多这么多银元宝啊 银元宝 你干啥呢 你看 铁钉子 嘘 小干妈 小声点 别让人听见 我说你别来回来去的走了 坐下来歇会儿 喝点茶 我现在哪有心思喝茶呀 怎么了 大掌柜要缠位给凤莹 这是好事啊 凤莹跟着老掌柜 打理罗马店多少年了 她有的是本事 你怎么就不长一点心眼呢 我说你 你跟凤莹是一家人 你老防着她干什么呀 我看呢 你就是让凤莹那个毛眼眼 给照晕了 小刘金度 女人心度 累不累 拳把子在谁手上 那可大不一样 要是凤莹当了掌柜的 看你不顺眼 就能让你卷铺盖滚蛋 你明白不 凤莹打发我 你白长个脑袋 没用的东西 凤莹 凤莹 店里的事 甘霸就拜托你了 甘霸 我马上就要过门了 马上就要成副驾的人了 你过不过门 成神家的人不要紧 打理罗马店 不是的 甘霸 甘霸 让一叔哥回来 他回来能干个啥 天天给我寻奇 我不见他 我反而能夺活几年 快 快拿着 飞 咱俩的婚期 马上就要到了 不过 可罗马店 咱不着急 也别再为难贺掌柜的 缓一缓 可我每天晚上都愁得睡不着觉 就怕有个三朝两短夜长那么多 冯莹 咱们俩人现在是打断了骨头都连着筋 你呀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真的 真的 你先走 等我好了就来帮你 我刚来你就捏我走 不是我捏你走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那个催命鬼许专活要再来找你 怎么办 我不走 我这样有婚姻在意大 好 再以大 谁那儿还缺头寸吗 嗯 我没钱买羊了 陈胡 唉 跟管牲口的人说一声 杨扫这儿要用的羊 全都赎账 行 还有谁那儿缺周转的钱 风营啊 我这手里的货刚刚出手 钱都给了你 我想要带到山里边进一批货 你那洋烟成本太大了 别进了 这成本大厉害大呢 咱们亏空这么大 这要想快点挣到钱 那就得靠这个 没有钱 你拿什么进货 把你的烟草全都卖出去 能挣多少是多少 这一次栽的最大的就是烟土 我真想不明白 你早不攒晚不攒 偏偏这个时候攒在那么多荒 生意嘛 谁知道施老妖的会来抢了 这 这能怪我吗 行行行 我不赖你 不过 我没钱给你进货 那这么说 明天照常开张 母妈的 没问题 没问题 雨晨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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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跑 乱走两步 快点 马上到了 快 快 快 来 雷达 雷达 想我不 我可是想你想的心尖尖疼 我也想你想的心尖尖疼啊 是吧 那勾担子和堵杂有没有 不用留着 有啊 你的头还在锅里炖着呢 要不要吃啊 是功德母的 看一眼皮收眼皮 有个妹 我一会儿过来啊 掌柜子 咱们自己的地 头一遍已经离过了 粪也都送到了 今天天汗 川地里呢我想种些细粮 坡地凉地上 我想种点耐旱的粗杂粮 您看行吗 嗯 川国 凤英对众庄稼这类事不在行啊 有时间 你多给她说一说 凤英不是忙自己的婚事吗 咱们店里的事 她还能顾得过来吗 结婚也不爱啥事 我一时半会儿下不了床 她该料理的 她还得料理 行 川华 你到店里 有多久了 十二年了 掌柜的 我也不能把你给耽搁了 也该给你找个婆姨了 不 不 不着急掌柜的 又不是骡子 咋能不急呀 掌柜的 您收留我这么多年 跟凤英一样 教我这 教我那 我这辈子 伺候您就行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凤英她没娘没老子了 你也没娘没老子了 我再不张罗 那成什么事了 真不着急 掌柜的 你不急 我可着急呀 你有没有看上谁啊 我让杨嫂去跟你说去 没有 没有 这样吧 掌柜的 等您病好了 病好了咱们再说这事 该说了 再不说 我还真怕你出什么事 你咋来了 我咋就不能来了 你赶紧回去 回掌柜的那儿去 许善虎 你白长一个大个子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走 你怕啥吗 我怕得多了我 我怕你 怕老天爷 怕三十里不相信 我怕报应 你 我求你了 你赶紧走吧 你害怕 杨贝大 快点 哈利巴扎的 看看你干哥过过瘾 解解差 快点 不行啊 干哥哥 这回可弄不成了啊 咋弄不成了 说门说录的啊 你这一走十几天 咱罗马店的规矩 可是变了啊 再变你还能变 连工都不成了啊 我那干哥哥 说的是真的 你这次啊 要把上几次的账 一次给结清了 然后又现金子 现银子 赶紧掏出来 你才能又吃又喝的呢 说啥呀 快快快 别激我了 快点 小罗子 大妹子说得对 咱罗马店啊 自从你起身上楼那天起 就走下坡坡路了 这七店八铺的掌柜的 所有的分红 伙计们所有的工钱 店里啊 都欠着呢 明白哦 没钱了 拉不开工了 你胡求说了 这施老药啊 把咱罗马店洗清了 这大妹子这店呐 也是有劲没名 你不掏钱 让她哪儿给你弄 这羊头羊腿 羊杂碎 是老药 我那烟草铺 现在就卖点烟草 一丁丁的烟土都没了 小罗哥 这以后你拖啥呀 我估计啊 也就拖点西北风 让老天爷帮你掏这搅和钱漏了 快跟我说说 我到底找回事 老板娘 给我准备点好吃的好喝的 我准备点好吃的好喝的 我准备点好吃的 我准备点好吃的 你不认识 那不是方英啊 不信你问问她 给的你钱吗 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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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乔大哥回来了 一路辛苦了 不辛苦 方英啊 我想问你句话 咱们楼马店遇到再大的事 咱的搅护钱 你亏钱不下吧 那当然 那我的账可以结了 待会儿到账房室来 咱再说 喂 方英 好好好 她的钱能结 那我的提升分红也能结吧 谁的都可以 不过 只要不是实在过不下去了 最好再还还 那不是一大罐子元宝吗 死钻子不给大伙 让马跑又不给马吃草 那哪儿成啊 老掌柜说过了 那些钱 都是留着周转罗马店生意的 不能动 人下谁想结账 只能把粮食 按照市场价折价给粮食 愿意要粗粮细粮 还是杂粮的都可以 那那 那邦有粮 那柴米油盐 他也得要钱 这没钱 这日子怎么过呀 罗马店这七店八铺 衣食住行 什么没算进去啊 我给各店铺 一个名单和额度 需要什么拿什么 只管记账 谁想结账 待会儿啊 就拿口袋来吧 等等 你就是凤英姑娘吧 我看你半天了 果然是个万里挑一的 一个俊女子啊 大姐吃饭吧 我走了 怎么 你认识我 不认识 可我认识你 我爸就是白俊杰 刚刚和你们家 做了一匹大王败 我爸说 给我弟 瞅下了一门好亲事 天天说你有多好多好 我今儿一见 就知道我爸说得没错 看来 你和我们白家这个缘分 是注定了的 大姐 那都是玩笑话 我马上要结婚了 凤英 你可不能犯傻 在隋德 谁比得上我们白家有光景 你看看你 钩子上给你堆要账 这叫什么日子 你只要到我们白家了 金银绸断 大姐 你慢慢吃 我还忙 先走了 我今儿叫你来 是我的意思 也是凤英的心愿 就是 你俩这婚事 该立马办了吧 婚事 掌柜大 这个时候办 不合适吧 不合适吧 本来 该叫你爸来 可我想 咱们两家知根知底 跟你说 和给你爸说 都一样 是 我这一躺下 不合适 什么时候才能爬起来 可这么大个罗马殿 一时半会儿 都得有人照应 你也晓得 你艺术哥是个书呆子 我又指望不上 这么大个摊子 都指望凤英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思来想去 迟早你俩得撑家 眼下是 迟不如走 有凤英 你 拴胡几个撑着罗马殿 散三十里铺 就他活不了 好 掌柜的 那您的意思是 罗马殿是姓赫 可罗马殿养活的 不光是赫家的人 就像你家的词药作坊 你嫂子当羊肉馆 和杂货铺的老板 说起来 咱三十里铺一大半人 都靠罗马殿讨生活 不光是 成了这些 我的意思是 你和凤英 就在赫府成哥家 就住在这里 和凤英一起 搭理罗马殿 住在这 掌柜的 这事 我 凤英 你和莱喜的婚事 准备的咋样吗 其实现在应该给你准备嫁妆的 可是罗马殿突然间出了这么多事 你干爸又病下了 所以你的婚事 不得不耽搁下来 那你现在的处境也不好说啥 要不我去帮你问问傅家的意思 这不太好吧 这有啥不好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况且这是本来就说好的事情 那谢谢小干妈 掌柜的 我对凤英的心意 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可 可您让我倒插门过来我 这事实在让我有点为难哪 蓝星 我有儿子 你和凤英只是在赫府过日子 你既不改名也不改姓 生气的娃娃还幸福 这不叫什么倒插门 掌柜的 我看这事咱们 事情也不急 你再好好想想 想好了 你再告诉我 那我先走了 掌柜的 您好好养身体 好 你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不行 咱家就剩你一个苗苗了 再让你去倒插门 这要是传出去三十里铺的人 还不笑话在咱们附近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爹 你让人从面上看 确实是咱给人家倒插门了 可实际上我跟凤莹搭在一起 是过日子呀 帮助贺家打理生意 不是给人家顶门离户 我才不让你住贺福吃贺福呢 将来有了孙子 我想见见我孙子 还得进贺福才看得上 这叫什么事啊 不用商量了 肯定不行 那我跟凤莹那婚事咋办呢 吃人家喝人家穿人家住人家 我咋说呢 这么晚了 去哪儿了 哥哥哥哥哥我去哪儿了 不去哪儿 咋 flowers 我今天到白云山市 求神圣了 我就敢把的伤病 能快点好起来 她的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咱的日子就不好定了 不好定就不定了 你说什么 我说不好定就不定了呗 你 你个没良心的 什么叫不好定就不定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就像是老药抢的罗马店一样 咱谁也不知道啊 是吧 你嘴里又没吃羊分蛋的 吞吞吐吐的 没什么意思 那你为什么说不好定就不定了 咱们得顺应大事啊 不能自己逼自己 谁逼谁了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掌柜的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您要着急定日子 这不就是自己逼自己 该自己找难活吗 莱喜哥 你可是我活着的唯一指望 你要是变心了 我可就活不下去了 我没变心呢 凤雁 红口白牙的 说不定就不定了 你要不是变心 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凤雁 凤雁 来吧 我 念事 欢迎订阅 可热 凤雁